著名魔术师刘谦的新女友李韵化身赛车女郎出席电玩活动 刚刚推出性感写真集的她 并没有抛胸露视野线 但是也露出一双长腿吸引眼球 而最近因为与刘谦的恋情曝光 让李韵的人气直线上升 连主办单位也凑热闹 临时安排了一位魔术师与李韵合作表演 弄得事先毫不知情的她非常尴尬 今天的工作就是来这个游戏的活动吧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有一个魔术的环节 就是我昨天受到通知的时候也不知道 今天来到的时候才知道是很奇怪 不要天上太多的关系我觉得 我不会觉得这个是我的selling point 因为我就是一个歌手嘛 就是我有派系的 我不是一个魔术师 自从搭上了刘谦之后 李韵就仿如飞上枝头变凤凰 连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 不过除了李韵自己深圳的唱歌和演戏以外 她作为写真嫩魔的身份 其实更像是她的本职工作 要不她根本不会出现在当天的舞台上 其实在台湾回来之后 我的工作量并没有 就是突然之间有很多 真的没有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回来之后 第二次出席活动吧 希望不要真的影响我的工作 不要比之前小就好了 最近李韵被某杂志大爆 她在认识刘谦之前 一直与香港的新人男歌手周紫阳交往 并把她之前承认确有其事的采访 再度攻出于世 但李韵觉得是因为最近她红了 才有人故意搬弄是非 其实我觉得一些杂志拿来做新闻的事情 我们不要太贯注 也不要太去介意 因为我们在整个圈一定会有很多负面的新闻 就不要不开心 就是很多事情也会过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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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应该去理会 对做好自己做好了 13岁就决心放弃学业 要在娱乐圈闯出一番成就的李韵 在与刘谦的关系曝光前最为人熟悉的 是公开状告曾经引诱她拍《诗生写真》的一家杂志社 所以在面对媒体和公众压力仪式上 她拥有甚至比刘谦更强的能力 刘言飞语对她来说根本就是浮云 压力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在这一个娱乐圈也做了很多年 就是不会懂得去应付这些压力 还有别人的一些讨论 就自己应该乐观一点 就没有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香港莫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